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图文传播艺术学系 今年举办的毕业展 各组同学依照自己喜欢的领域 展现各项特色 由于图文传播系的前身是印刷系 因此有学子特别将学校所学的暗房知识与业者合作 让民众体验在没有暗房的情况下 也可以手工冲洗照片 我们跟业界进行结合 就是以我们把学校的暗房教学的体验呢 带到现场来 那以一般民众来讲说 他们认为暗房一定是在一个房间里面去操作 但事实上它其实是可以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 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面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体验 那我们就是藉由这样的机会 就是让官长的民众呢 可以来到现场 不只看我们的作品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体验 我们在学校所学的专长跟知识还有专业 那体验过后呢 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东西这个产业 它并不是一个西洋产业 它其实是非常可以让现在年轻人进行一个手作体验 一起了解这个东西的过程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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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我們有暗袋 就是撇除暗房的話 我們就是在袋子裡面操作這樣子 像我們現在就是介紹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是會有一些暗袋 像是它可以直接把手放進去 然後把底片抽出來 因為底片的過程就是它不能曝光 不能過度曝光 不能讓它曝光在陽光底下 甚至是一點點光源都不行 這就是以前傳統暗房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只是把暗房的這個設備呢 縮小了然後變成是一個袋子 我們只要手伸進去 這樣子就可以在裡面進行操作 那有專業的老師 他會教你怎麼去 在一個完全沒有辦法看的情況底下呢 去摸黑去用手的感覺 去讓它抽出來 讓它捲起來 然後放進一個桶子裡面這樣子 直接往上抽 拉起來 然後可以 然後把它夾起來 我們這個客系呢 前身是印刷系 那印刷系我們會有講到很多關於照片 關於圖片文字的東西 那以前像報紙啊 像雜誌這類的東西 我們對於印刷方面的技術都非常的純熟 那相對的 我們在沖片的過程當中 我們對於細節的講究也非常的明確 像照片的細節 照片的顏色準確度 我們都會經過校對校正之後 這樣沖洗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是 藉由這樣的底片體驗是因為 底片跟一般數位最大的不同 就是底片它所帶出來的 銀岩的顆粒感跟現在數位上有很大的差別 那不但是讓大家可以重溫這個體驗過程之外呢 我們還有新的影像的選擇 可以讓大家可以認識這樣 就是因為現在一般來講 現在一般來講 大家都是用手機用相機去拍攝照片 但是都會非常的快速沒有放慢它的步調 那在沒有放慢步調的情況底下呢 我們的影像就會稍微沒有什麼故事性 甚至是可能它快速的會被我們遺忘 被我們囤積被我們累積下來 但是如果是底片或者是一些傳統的印刷 傳統的這種體驗的話 它可以是一個時間的累積 它可以讓你知道說 我這個月下來我們所拍的東西 是讓我可以去回味 是讓我可以去回憶它的 那它就會更有故事性 或是更有紀念性的價值 像現在很多人就會去體驗那種 大型的拍立德照片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照片像以前一樣 把它錶起來然後封存下來 而不是都是用數位檔的方式 很快就會被我們遺忘或者是被我們刪去 另外還有學生組隊 將火板印刷與自己的專長結合 設計了一款實境解謎遊戲 透過遊戲走訪萬華的特色 與當地的火板印刷文化 印刷這件事啊 有著很大很大的意猶 它可以讓現在的人知道過去的歷史 同時 現在是什麼年代啊 現在是1962年的萬華 想要回去2022 你可早對來了 原來這就是印刷的關鍵 我們是做萬華的地方創生 然後我們在萬華田野調查 進行了半年之後 做了一個實境解謎遊戲 實境解謎遊戲就是一個 類似在戶外玩的密室逃脫 然後我們就是設計了一些關卡 跟加入故事的內容 然後我們創作出了我們的遊戲叫做 穿業印刷行 然後穿業印刷行就是 帶大家走進萬華當地 走一圈認識萬華的特色的遊戲 穿業印刷行 蒙甲1962 是一個起源於萬華的實境解謎遊戲 團隊歷經半年的甜調 蒐集在地知名對於萬華的看法 結合當地產業特色 以及夥伴印刷文化 遊戲過程中 你將走訪萬華知名景點 並搭配手機的遊戲引擎 對照實體場景進行解謎 因為我們圖文學的東西 算是比較廣 不像是可能我們學校其他電影系 就是專門在專精電影 然後我們學的 譬如說各個主人就是各自有所長 我們有主人是在做插畫 像我自己是在做平面設計 然後我們有主人是比較擅長行銷的 那我們就是 算是把大家的專長綜合在一起 然後選做活版印刷這個特色 因為是我們系的本科 然後把這個本科 跟大家的專長融在一起 然後創造出一個遊戲 對然後因為遊戲這個媒介是 有數位然後有平面設計 有印刷等等的 就是把我們系學到的東西都放在一起 我覺得可以更認識就是台北這片土地 像是我們在 像我自己是台北人 然後我可能對萬華的印象之前 都是比較可能偏刻板 或是有一點點負面的 然後在萬華進行了半年的調查 跟就是走訪還有訪問當地人之後 我就是覺得對萬華更多的認識 就是除了萬華也會對想要認識 其他地方的特色會更有興趣一點 透過畢業製作 台藝大學子們各自發揮所長 更充分發揮了團隊合作精神 讓外界看到校園培育的能量 與無限創意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